他这个水装了之后 里面都会有那个金属颗粒状的物质 有耶 饮用水刚从浸水设备流出 杯子内的水竟然出现漂浮杂质 你看还是很明显的有颗粒在吗 对不对 有 还是有颗粒在吗 一枚注意恐怕通通喝下肚 民众立刻将水送去检验 镊元素超标四倍 喝多恐怕会致癌 而受波及的恐怕还有知名厂商和社区 我的家人发现之后都吓一跳 会觉得喝这水味道有点乖乖的吗 就有小朋友有反应 就觉得也很可怕 事发在今年九月 民众喝了一年多 才发现饮用水全是漂浮物 小孩甚至喝到头晕想吐 而检测数据也显示镊元素超标 厂商想要和解 但金额谈不拢不了了之 当初台北有说六万六和解 但是我没有同意 后来就对方也没有在找我 每天饮用的水爆出镊超标 究竟是哪个设备环节出错 还要厘清 但民众过去一年喝下肚的 恐怕已经造成健康负担 现在只希望业者拿出诚意好好解决 记者阿公姚麦林玉均台北报导